哈喽姐妹们 下周这件终于来了 我等了它非常非常久 它是一个UPW的一个纱线 它是亚麻跟棉的一个混法 所以从来身上真的非常凉快 虽然最近我有出了一个短袖 但是长袖 跟我一样喜欢长袖的姐妹还是非常多的 这种透透的小罩衫 想穿的比较不挑肤色 或者你想穿的比较显白的话 一定去买一些这种深深的颜色 如果你肤色不是非常非常白 我非常建议你去买一个这种深色的这种绿色 或者是还有一个深色的蓝色 然后那些比较淡淡的颜色呢 本身就不是非常黑或非常黄的女生 或者你能带领装的女生 当然我就是要推荐一下这个绿色了 真的是太好看了 加上我最近染的这个绿色 是不是很搭呀 下面很简单 就搭一种白色的裤子就可以了 就绿色加白色 整个夏天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如果你家里有一些这种草边的包包 就这么搭了一些 你再夹个人字兔 这套穿搭就很完整 轻松简单又惬意的感觉 这件穿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热的感觉 它又镂空 然后你穿的那样又是亚麻 跟棉红纺 那个透气度跟其他的料子是不太一样的 自己留的也是长袖 真的很怕热很怕热的女生 有个短袖给大家选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推荐颜色 你就是男孩搭格子裤 牛仔裤 巴拉巴拉的都会很好看 不用想穿搭的一件 简单好穿的一件好材质的衣服 然后第二个我推荐的颜色 就是那个蓝色 也是一样的 都会很好地调节我的整个皮肤的颜色 相信我皮肤不够白的女生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黄气的女生 我为了这个蓝色 我还特地配了一个小包包 加一个小挂坠 你看 我想出去玩的心情 已经溢出屏雾了吧 就这么搭拉一下 夏天你又不喜欢带太多的东西 就这么俏皮俏皮的一个感觉 就整个那种 看着心情就很好 对吧 就这种穿搭 然后又很舒服 真心的很舒服 这次跟UPW有签的这个衫线 就是颜色是比较少的 这两个颜色其实不算多 我会尽力去协调 蓝色跟绿色一定要注意一下 再来下周还有一件针织衫 我选的是黑色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黑色很漂亮 它很够黑 看上去是不是很显瘦 而且它的包身感 它的那个显身材的感觉是很好的 它不是完全柴瘦 然后这个的话 它是三醋酸的一个纱线 标准的三醋酸的一个纱线 三醋酸的纱线 在夏天的时候 哪怕你穿的是一个紧身的款式 你的汗都不会闷在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三醋酸的纱线 它不容易掉色 所以说这个三醋酸拿来做这种基础款 我真的觉得再好不过了 它总共有四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穿这种款式的 我喜欢好的料子的 可以多来几件 袖子这个地方 它做的是一种连肩袖 它不像正肩那么那么的板正 有点像那种显瘦T跟辣妹T的结合 包括我平平的 但看起来好像还有点取先的感觉 自己是很习惯的 这种衣服它就不新穿 大家去看一下它的版型就可以了 然后这件的话它是米色 会有那种很银润的一个光泽 然后它的领形 它的整个袖型可以参考一下 还是稍微有点特色的 它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很细的 这种针脚的脂肪 所以的话它其实是很透气 而且弹力很大 上面简单的时候 下面就去打三宽一点的裤子 这个的话就是穿的又舒服 然后也可以就大屁股 再来一些就是夏天 一定要去买一些那种 有点草边元素的一些包包 要去这样拎你了 整个搭配就很随性 然后又可以很出彩 再来下周有一件这条裤子 但是我怕离得远就看不到 因为它有个短裤 我把这个面料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醋酸跟天丝的魂房 出来的整个质感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真的是要拿到手 然后你看到面前 你才能看到它的质感 然后其实很透气的 只是因为它做成格子 所以你不透啊 那我可以看得到吗 它的那个透气度啊 所以夏天穿起来不要太爽 我那天就穿了一个这个马甲 然后下面就穿了这个长裤 我甚至都还没穿了短裤 都很凉快 腰头的拼接这个地方是麻质的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通体的舒适啊 然后真的很怕热的女生呢 那咱们就来一个短裤啊 广州深圳的朋友 咱们就来个短裤啊 总而言之一样总之 它就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 一个小态势了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这个马甲下周也有啊 终于紧改慢改改出来了 它是100的棉 但是它有一点点厚度啊 因为马甲没有厚度 它做不出这种亭感 然后上面是有像那种 甜甜圈上面的小彩豆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年纪到了 我现在好喜欢那种 有点童真的东西啊 而且最一开始欣赏花里 胡哨的东西了 我感觉我的时间到了 一直摊出欣赏花花 这样的一套鱼笑花 就是简约 然后打开上面 还是有垫着自己的那种 小花色的 但是这个后面是个小短款 不能接受的姐妹 就不要去选这个款 这个马甲 搭上这套铺子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是我的私服系列 啊 再来这件事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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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弄出来的一个 防晒工装裤啊 今年的话工装裤非常活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定然的一个紫色的一个感觉 它这个面料非常薄 然后穿在身上 一点体感都没有 很透气很透气 它这个面料非常软嘛 对那个车缝 车过去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细细心的去车的 所以这个的话 它的做工时期很久 再加上这个颜色的定然 产能就很有限了 腰头是全松紧的 然后我现在思议留下 你看它有多么轻防 所以你能想象得到 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有多么透气跟舒服啊 它是几乎没有重量 然后它是自带一个防晒的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 一个小玩意儿啊 然后你这样叠起来之后 它就是这么小一个 其实要是出差啊 它的话会让你又舒服 然后又防空调又防晒的 反正很好用的一个小玩意儿 像平时的话呢 如果有鸭绳帽 就带个鸭绳帽 穿一个简单的 这种灰色的上衣 然后直接就去搭这条工装裤啊 它装起来几乎是没有重量 你看我垂下去的那个地方 你下面去配一个 这个老鸭鞋把它盖住 裤长哪怕长一点点 它都不会拖地 然后再背一个这样的包包 非常简单轻松就能出门 而且这种工装裤 它的上衣就是自带帅气的感觉啊 下周的话还有一条牛仔裤 然后这条牛仔裤 是比较偏初秋的新款啊 它不算是特别薄的那种 但是这下面也能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很紧瘦 收肉效果非常好 它是一个浅蓝色的牛仔裤 那你看它的弹力非常大 但是不是那种大到散掉的那种啊 它是能毁难的 前面这个喇叭肚子剪的 它是往里去切的 所以你穿起来的时候 它会剪得你整个腿这样往里去包的 稍微搭一点点的小跟鞋 这样穿起来 整个比例就会非常好 要是这边能露一点的 稍微再噎一点点 看起来就是195分的一个感觉 这样看起来人会更把高 身材的比例会更好一些啊 它的颜色就是很漂亮 像浅浅的蓝色 所以你去搭这种浅浅的粉色的时候 它出来的感觉是有穿搭感的 非常好穿啊 裤型很好 我现在连坐下来 我这样去看 我的这个肚子这个地方都是平的 它不会鼓出来啊 也算是我的一个自流款 去搭很多那种大大的衬衫 大大的罩衫的时候 它就是很好搭配的一个单品啊